驾驶 姐 姐夫 谁啊 你们刚起来 快 请进吧 爷爷 奶奶 先进来吧 嗯 奶奶 爷爷 我们去沙发坐 好 你不去研究所吗 怎么还不走啊 迟到了 爷奶奶 我送她出去啊 我先去研究所了 走去 上海的路你不熟悉 我就不给你车钥匙了 林叔在吗 她在镇匠 那只能你打车选就锁了 下班提前告诉我 我来接你 我自己能回来 我接你去我爸妈家 都被他们撞见了 肯定要当面解释了 需不需要我去解释一下 你先走吧 咱俩没对够口够 怕出错 我自己解决更简单 走吧 怎么了 你赶快进去吧 拜拜 出去啊 那个今天这身打扮 忙着赚钱啊 怎么不合适吗 我觉得不太合适 附近有购物中心吗 有 前面左转 出小区门之后啊 再左转 就有一个购物中心 不行 还是十分钟 谢谢啊 好 啥也不知道 就不能查查吗 好 媛媛 您坐吧 我给您泡茶 不用倒了啊 坐 我和她 同居这种事情 虽然说是你们自己的事 可也得跟你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啊 最重要的是 他们家人到现在都不跟我们见一面 你好好想想 你父母的一种心情 嗯 爷爷 您茶都白喝了 就不能替我未来姐夫说几句啊 人家之前送你那茶壶 好几个呢吧 明示提字的 还有后来送的什么毛笔 墨 明示放进柜子 就忘了谁送的了 人家这是 情笔金尖 无奈家长阻挠 人家家长不懂事 您也不懂事啊 好好好 不说了 不说了 对对对 还是我们袁袁说得对 再比一 哈哈哈哈 爷爷 您看到我姐夫人 人家多可怜啊 还被你们吓得 是一句话都没敢说 人家就跑了 那我们也没说什么 他就跑了呀 再说呢 那个 爷爷 你过来 我刚刚看那有一个螃蟹 你猜 那螃蟹它叫什么呀 叫什么呀 叫什么呀 绿花纳好古玩三呢 哎呦 干嘛 你说的那些东西谁送的 周生辰的弟弟啊 你给我回来姐夫 怎么回事 偷偷过来追一晚 领证了 胆子挺大呀 偷偷就把证领了 事出有因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她刚回来 准备这两天回家说 我爸前两天给你爸打电话 劝你们分手呢 说我姐夫他们家 没有接受你这个女朋友 到时候过去肯定不好受 你爸妈 你爸妈还跟我爸说 还是介意上次 没有见面的事情 你现在这证都领了 他妈妈还是不肯见你 你妈妈不得气死啊 就是因为这个 没想好怎么开口 那姐夫怎么说 没具体聊过 先不说这个了 给你们做饭 你还转了 都超过好 带走 我妈妈 谢谢大家